大家好 歡迎收看 每週四下午1點鐘準時直播的 世界越來越爐節目 在這裡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你們如果說沒有在臺灣的話 在哪個城市呢 麻煩跟我說一下 那一開始我看到FSC 大震翰 Kelvin 謝謝 還有王同學 還有這個財經 財經也來了 另外還有加隆 加隆跟我問好 琪琪 我都看到你們囉 Roland 我也看到你了 好 很多都是我們 辣碗報的老朋友 歡迎大家 非常非常的捧場 謝謝 好 那今天我們同樣 準備了三個題目 也邀請到這個介大使 都是這個介大使的強項 好 那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這個鬧得很大的 就是這個巴基斯坦 出現了一個汽車人肉炸彈攻擊 造成了嚴重的死傷 那麼在死者當中呢 有大陸這個孔子學院的三名 這個中國老師 其中一位是校長 所以這個部分呢 引起了極大的震撼 當然我們看到大陸在外交部呢 也有立刻的這個回應跟譴責 那巴基斯坦的這個領導人呢 也講話了 先來看一下怎麼回事 目前零耐人數 我看到從這個四個的 到六個的不等 有的說有兒童 目前的寫法不太一樣 但是確定的是 裡面有三位中國公民 一位是校長 其他兩位都是老師 他們都是來自 這個四川的師範學院 一位女老師非常年輕 90後才20出頭 那麼她在她的這個社群上 有很多她的一些這個 人生目標的一些這個特寫 還有她的一些照片 此刻看起來呢 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悲痛 那這名人肉炸彈客呢 也很年輕 她也是一位女性 她只有30歲 而且她是高學歷 她擁有雙碩士 那案發的當下呢 我們看到這個零難者 就是這個老師跟校長 是坐著一個小巴進來 那後面呢 還有保護他們 因為巴基斯坦的 治安不是很好 後面還有這個保護 她的這個摩托車的車隊 那然後這名女炸彈客呢 就站在旁邊 等到她們的小巴過來之後呢 她就靠近 一靠近之後呢 就整個爆炸 當然這個自殺炸彈客 那她也當場身亡了 在案發之後呢 巴基斯坦的總理表示 強烈的譴責跟悲痛 那事後呢 分離主義這個 這個貝露支的解放軍 也坦誠是犯刑 整個時間是發生在 4月26號的下午 那地點是這個 當地最大城 克拉茲大學的孔子學院 這個孔子學院呢 2013年成立 那麼來自中國大陸的教室 大概有30人左右 規模不小 註冊的學生呢 大概也有7000多人 主要就是教授 中華文化教授中文 所以一開始我想請 介大使先來談一下 為什麼這個事件 這麼受矚目呢 因為不是第一次了 過去好多次 好像都是針對中國人 你怎麼看 其實基本的原因就是說 貝露支人的敵人 這個好 貝露支人的敵人 是巴基斯坦政府 那巴基斯坦政府的朋友 是中國 所以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 三角關係都這樣 我認為這是主要原因 然後這些年 因為巴基斯坦跟中國大陸 關係非常親密 巴鐵 而且巴基斯坦 中國大陸給巴基斯坦的 資源有最多 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說 讓巴基斯坦越來越壯大 北陸之人這個解放軍 他是一個分離主義者 他希望建立北陸之國家 那當然就把大陸視為敵人 所以這不是第一次 這個還有更激烈的攻擊 那這次他的程度 史上還不是最大 不過這個也就是說 這個組織大概已經認定 以中國大陸為攻擊目標了 所以真的 我看了一下 最近幾年 五年下來的話 四五年的話 大概差不多攻擊到五六個 對 好嚴重 你看去年七月 也是巴士遇襲 當時現場有九位 中國公民死亡案 非常嚴重 然後再往後推 去年八月才一個月 也有一起 也是一個是車輛的炸彈攻擊 造成二死三傷 這次這個女的自殺課 剛剛很多人在討論 哇 學歷這麼高 沒錯 她是雙碩士 而且非常的年輕 有看到她的照片 長得也很清秀 在案發節呢 她有推文上面寫著 告別與陪伴 感覺上是在暗示一些什麼事情 當然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那街大使一開始 給大家一些背景 就是中巴之間的友誼 所以這個巴基斯坦 我們看到 它也是一帶一路沿線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那在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那中巴經濟走廊的很多路段 都剛好是在這個碑露之省 對 因為現在有一個 瓜德爾港 基本上就在碑露之省 因為碑露之省基本上蠻大的 對 很大 幾乎是國土的一半 而且 幾乎是國土的一半 而且它非常的大 那很多重要的設施 這個所謂中巴經濟 都要經過這個碑露之省 那我們剛剛提的那幾個 就是說那些恐怖攻擊 過去都是在碑露之省的地盤裡面發生的 這一次是跑到首都克拉茲 那麼到大城市裡面 那去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這個攻擊 有一點升高 那這裡面就是說 過去這個 貝露之省它的這個外源 它有它的外源 那它的外源基本上就是 有人說是印度 印度是很大一個外源 那它過去跟這個 當時阿富汗狀況很混亂的時候 那美國在那邊也有它的影響力 那現在阿富汗的情況 現在已經穩定下來了 那它等於說 它一個很重要的 直接的這個大後方 好像比較出問題了 所以也許可能就造成它的手段 更進一步升高了 那可能它從阿富汗那邊的 這個得到的這些資源 那麼就漸漸被斷掉了 因為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是一直在談判嘛 那當然主要目標是這個 東突 這個東伊運 這個也是恐怖組織 那還有一個當然就是 有關這個 貝魯茲解放軍 這個也是 其實大部分國家都認為 它是一個恐怖組織 那我想它現在受到壓力 也比較重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種 自殺炸彈克好 因為這種地方就是說 長期的動亂之下 很多這種人可能生下來 他就是在一個破碎的 一個環境裡面長大 那也就是說 他的這個會很容易走激烈的 然後他又是一個有宗教背景 他們是屬於這個遜尼派 遜尼派 所以他們事實上 這個貝魯茲人在三個地方有 一個巴基斯坦 一個是伊朗 另外一個就是在阿富汗 那遜尼派的在伊朗的話 是會受到很大的鎮壓的 因為伊朗是這個 什葉派的大本營 真正的守護國 所以他們在伊朗的部分 他們這個等於說 對伊朗政府的反抗 大概受到很強烈的鎮壓 那麼他們在這個 巴基斯坦部分 事實上過去他們追求 被勾之獨立 事實上也有很多年了 因為從這個 這個 巴基斯坦在獨立以後 這個二三年獨立以後 他們就一直要尋求自己 建立自己國家 那不過這幾年下來 他們這個主張獨立的 這一支有好幾支 現在有一點窮途末路 因為巴基斯坦政府的 這個影響力越來越大 是不是因為窮途末路 所以這個手段越來越激進 越來越激進 我們看到這個貝瀆之省 它在這個巴基斯坦的西南部 大家地圖打開來看 它很大一塊 它的總面積大概接近 整個巴基斯坦國土的 將近一半 但它的人口大概只有七百多萬 只佔巴基斯坦總人口的5%左右 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少的一個省份 那它的經濟總量 大概只佔全國的3.5% 也就是說經濟總量很少 這個地方算是一個 蠻窮的一個省份 窮困 大家都知道窮苦的地方 才會有革命 是不是 那當然就在經濟上來講 它不重要 但是在地緣位置來講 它很重要 然後另外它也有天然氣 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 巴基斯坦的出海口 大部分都在 菲魯茲這個省份裡面 所以今天就是說 剛剛提到中國大陸 這個就中巴經濟走廊 其實它最主要的戰略目標 是把新疆跟印度洋 跟阿拉伯海 直接連在一起 那這個是中國大陸 很重要的一個能源的命脈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 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的話 那麼中東的能源 要再穿過馬里奧甲海峽 然後再穿過這個越南 然後中南半島 一直到中國的港口 現在這個如果說在 這個瓜達港直接卸貨的話 這個煤氣或者是這個石油管線 直接從那邊接上來的話 從伊朗接過來的話 那麼直接從這個中國的後門 就直接到這個喀什 到南疆的大城 然後從南疆就進入到 中國整個腹地裡面去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中國大陸的 一個戰略的佈局 對 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大概長達3000公里 那麼大陸在這裡投資了 將近有500億美元 投資巨大 而且這樣阿史講 沒有錯 兩國的交情深厚 那麼過去大陸在這裡 做了很多基礎建設 但是有一種說法 除了這個宗教上啊等等 還有這個獨立的渴望之外呢 這個貝露製解放軍呢 他們仇視 仇視中國人 就認為說這一建設呢 好像當地人都沒有獲得好處 認為是被政府拿去了 認為有一些這個貪賬枉法等等 當然我覺得像這麼激烈的手段 其實心中看得出有多大的仇恨 這是要賠上自己的命的 那另外我想請教一下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就cue到了美國跟印度 剛才阿史提到一點 第一個說一定是印度交縮的 那當然印度是否認 沒有這回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國 那很多人講到了這個美國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以前也 經援這個貝露製解放軍 以前給他錢 當時為什麼呢 當時因為這個美國 遭到911的攻擊之後呢 美國也希望能夠掌握一些 恐怖分子的一些訊息 所以呢就經援他們 獲得了一些情報等等 作為雙方的一些交換 那一直到這個對抗 像包括對抗這個阿富汗的 塔利班 那也是資助這個 這個解放軍 因為他們之間有互通有無 可以得到一些情報 一直到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才正式承認這個 揹露軍解放軍是恐怖組織 以前都不認為它是恐怖組織 美國很多恐怖組織 當時都跟美國關係很深 包括塔利班 當時只要跟美國合作 就不是恐怖組織 等跟美國拆火以後 就會變成恐怖組織 這個已經太多了 所以這個定義 倒是很清楚 你跟我好你就不恐怖 你跟我好你就恐怖 炸酒一一的賓拉登 過去跟美國也是合作的很密切 也是美國人扶植出來的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的 主要敵人是伊朗 伊朗是遜尼派 就把沙烏雅阿拉伯的這些 伊朗是什葉派 就沙烏雅阿拉伯的這些遜尼派 都集結起來 給予各種軍事訓練跟資源 我看到幾個網友 大家一開始就有一些討論 有些人覺得印度 有底氣有可能 有些人就覺得不可能 您覺得可不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外力造成的 外力 因為事實上的話 這個組織現在備務之人 大部分人都已經跟 這個怎麼講 巴基斯坦政府在合作 那麼而且他們現在有好幾支 這種所謂的獨立運動 主張備務之族有這種 這種革命軍 解放軍 或者什麼人民武裝 彼此之間爭鬥的也很厲害 那這一支是特別很奇怪 他們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 他們對巴基斯坦政府 好像動作不多 專門針對中國政府 專門針對中國大陸 而且他們以破壞 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這個建設為一個目標 所以上上一次剛提到去年9月的 一個載滿中國工程師跟工人的巴士 在工地附近 就是一個中巴經濟走廊的 一個水壩建設 那這個地方 這個是事實上替事替當地帶來發展 替當地做基礎建設 照理說不應該來攻擊 他應該會感謝這個 對他地方建設有幫助的 當然他們說法就是說 哎呀這個背奴之人沒有得到好處 這個有一點牽強 為什麼你經濟建設修路 就業機會就多嘛 對就業機會也多 而且並不是所有 背奴之人也都反對 大部分背奴之人也都歡迎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建設 為什麼這一支 就專門跟中國人有仇呢 這個就是值得納悶的 那麼就變成是不是 受到別人慫恿啊 或者挑撥啊 都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才會 Q到印度跟美國 當然了 這個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 目前是沒有證據顯示是這樣 但是這個確實造成了 心理上的一些影響 因為大陸在當地 還是有很多僑民啊 很多商店啊 所以現在大家是人心惶惶 互相奔走就告訴大家說 要特別小心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 向來過去介入很多國家的內政 那麼這個巴基斯坦的新政府 也剛剛上任 對不對 那過去那一位 就剛下臺的那位 那他就曾經講過一段話 他說呢 他遭到逼供 前巴基斯坦總理 他說他遭到逼供 然後說是這個美國干預內政 就話講得非常非常的直白 結果他下臺之後呢 很有趣的一個動作 新政府上臺沒多久 就去轟炸阿富汗 大家認為說這是新政府 給美國的一個大禮物啊 對 其實巴基斯坦 雖然跟中國大陸關係非常好 他跟美國關係也沒有說是 就不好 雙邊主義啊 雙邊主義 記得當時賓拉登 他最後被美國CIA 拒殺的時候 賓拉登是躲在巴基斯坦 那因為巴基斯坦 北部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他跟這個阿富汗 因為同一個民族 都是普斯圖人 所以巴基斯坦內部矛盾也很多 他也很多山不管地帶 不過在美國在過去 在駐兵阿富汗的時候 巴基斯坦跟美國 當然維持好的關係 要不然美國的軍隊 很可能就直接介入 巴基斯坦的內政 過去巴基斯坦主要敵人 最主要是印度 他們獨立以後 跟印度發生三次戰爭 戰爭都打得蠻慘烈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最堅定支持巴基斯坦是中國大陸 所以巴基斯坦的民調一直到最近 大概就是七成五左右 老百姓認為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 就是中國 我以前有一次 我年輕的時候出國的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去買東西 結果那個賣東西 我也分不出來巴基斯坦 還是印度人 可能老闆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說我中國人 好朋友啊 這樣子來分 覺得你是好朋友 就是巴基斯坦人 這個不太喜歡 你的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就不會這樣 因為我就 後來我那時候我還年輕 我說什麼巴基斯坦 對什麼有這麼強 突然受寵若驚 這麼強的感覺 所以難怪大陸叫巴鐵 巴鐵 就知道 我自己很有精神 你也覺得鐵起來了 對 當然我沒有跟他 我台灣來了 大概他不分 台灣的中國人 對他都一起 一視同仁 那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他那個民間的 對中國大陸的支持感情 是很強的 所以這幾起爆炸案 是有點受傷嗎 中國大陸 我說在心理上 也會有點衝擊 有有有 而且上一次 這一次是三位 當然這個孔子學院院長 當然是 因為他是蠻有象徵性的 因為我們知道大陸在 而且當初這個孔子學院 還是這個李克強總理 那親自揭幕的 那就是說雙方 剛剛都是很高層級 也非常非常重視 那在發生意外之後 我看到這個社群網路上 有很多很多追悼 這三位老師的文章 對大家來講 他們就是三條無辜的生命 但是對於這些學生來講 是有血有肉的 特別像是那位 二十幾歲的老師 年華正茂 還有這個校長 據說代人也很親切 過去他還拯救過一些 巴基斯坦想要親生的一些學生 非常非常有愛心 所以目前網上有各式各樣的追悼文 就像這整個事情 我們看到充滿了情感 那我覺得也確實會傷害到 兩國人民的一些友誼 當然你說兩國友誼不至於 但是心理上是蒙上一層陰霾 對 不過這個應該就是 不是巴基斯坦社會的 普遍的一個情況 就是巴基斯坦的分離主義的 而且他分離主義集團裡面 最激烈的一支 但是這個碑露之神 我們看到因為他很大 那大概在當地的這個碑露之人 大概還有兩百萬左右 那聽說他們保持了 這個獨特的部落制度 到現在為止 還是蠻原始 然後地勢又很複雜 條件又很惡劣 所以這個特別適合 這個恐怖分子隱藏 對 那個地方其實 其實基本上也可能地形的關係 你像到巴基斯坦北部 還有這個阿富汗 都是一個地形 它割裂的很厲害 所以我想它這個地域的色彩 跟地域的力量 應該是很強的 不像在這個平原 或者說沒有什麼地理阻礙的地方 你很容易大家互動溝通 要相互同化比較容易 這個地方就比較 然後再加上宗教色彩 所以過去比較激烈的 這些經 尤其這個宗教 有宗教色彩 在這個地方就比較多 那貝露之人本身的命運 也就是說它同一個民族 被三個國家分別統治 它沒有它自己國家 這也是很容易造成它 會走上比較激烈的角度 一個大的背景 不過我覺得這裡面 是它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要專門針對中國人的 我是覺得 因為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你知道 那個中華經濟走廊 那個將近500億美金的 它光建設項目 都是五有五六十項 裡面都是很多名聲項目 比較多 有很多是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其實就是 對於當地真的是 人民應該很有感 橋樑 鐵路這些 橋樑 鐵路 還有地鐵 還有電廠 風電 火力發電 港口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的 巴西斯坦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太難能可貴的機會 讓它有一個 一個比它先進很多強大國家 因為把它的國家 往這樣子一個進步方向帶 是應該不會有 裡面的老百姓 會對這樣子的 提供這樣子 協助的給它的國家 這樣子一個國家 產生這樣子的仇恨 作為這樣子的 一直做恐激 而且一直不斷 一直不斷 所以我是覺得真的 如果說沒有這個外力 或沒有特殊的一種 動機的話 是不應該去做這種事 對 到現在為止 雖然他們提出了一些理由 但是總覺得這個理由 不是很充分 所以為什麼老是 針對中國人 造成了當地的華僑人心惶惶 當然也不希望 再有下一次的悲劇 所以我們第一題 先討論到這裡 我感謝一下 兩位我們的老朋友 常常來應援我們 抖內我們 今天又是 你看看 何秋何秋 看到你超感動 我剛剛其實一進來 這個直播間 我就在想 我待會會看到你嗎 還有一位也是 也是我心裡的名字 曾善美 謝謝 這兩位馬來西亞朋友 可以說是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支持力量 在馬來西亞每週都準時收看 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其他的朋友 我也都看到了 歡迎大家 你們在哪裡呢 也跟我講一下 你們目前所在的城市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 這是今天的第一題 我們緊接著進入 今天的第二題 希望今天大家下午好 哎呀 我們臺灣疫情燒起來了 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破萬了 我們今天在開編輯會的時候 開玩笑說 哎呦 臺灣終於要進入 確診大國了 看看全世界 我們臺灣來了 當然苦中作樂了 這是有點 所以作戰要作戰到最後一分鐘 是啊 為德不足嘛 對 為德不足 前面守得那麼好 自己這麼自豪 後面哎 一下子猛虎出閘 這是我跟紀大使提問來聊天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好把自己守好 來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二題 歡迎大家收看世界越來越爐 這個俄烏開戰呢 已經超過了兩個月 那麼當然全世界呢 這個急急厚厚的 把各式各樣的武器啊 晶圓啊等等 送到了烏克蘭去支持他們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送進去的武器 真的都送到了 烏克蘭軍方的手中嗎 烏克蘭的領土也非常的大 而且在這個戰事當中呢 這個運輸也不太方便 那當然情報可能 也不是太這個暢通 所以大家運到的武器 到底到了沒有 還是說中途流入黑市 這真是一個大災問 那這個問題誰提出來的呢 美國的媒體啊 CNN最近做了一個報導 似乎打醒夢中人 很多人嚇一跳啊 確實耶 怎麼會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呢 當然也是因為這個來由 我們看到最近 美國有一個新的職位出現 這個拜登政府呢 最近聘請了一位 退休的三星級的將軍 叫做Terry Wolf 他來幫助協調這些事情 那給了他一個 我們翻譯出來算是一個 蠻長的一個名字 叫做烏克蘭安全援助協調官 很清楚嘛 專門要安全援助 烏克蘭的協調官 協調官就是要協調 很多很多的事情 大家想說這個美國政府這麼大 難道協調的角色沒人做嗎 他們各部會之間不聯絡嗎 還需要專門設一個協調官 幫烏克蘭 但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現在越想越不對勁 這些武器 還有阿富汗的這個經驗 過去也是援助阿富汗的武器 到最後怎麼搞的 都落到了塔利班的手上 有了這個經驗之後呢 美國覺得非同小可 那這位協調官要做什麼工作呢 我們看到也蠻有意思 第一個 他要讓美國領導各聯邦機構 來努力更加了解 烏克蘭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烏克蘭開出了很多願望清單 大家覺得裡面有些太誇張 所以要精準的去了解烏克蘭 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 第二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消除五角大廈之間 重疊的管轄區域的衝突 五角大廈裡面有很多區塊 有很多部門是衝突的 是重疊的 另外還要協調這個 五角大廈跟國務院之間的一些問題 當然美國政府是很大啦 沒有錯 大到可能是部門之間有些衝突 拜登政府也發現確實是很麻煩 在原屋的這個過程當中 至愛難行 或者是說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那還有第三個工作 要能夠協調擔任美國政府 跟盟國之間的合作夥伴的聯絡 像之前美國不是幫忙送戰機嗎 後來又改口說 送的不是戰機 而是零件 那這些也不是美國送的 而是各國自己不敢送 不想送 不要送 所以讓美國來幫忙送 所以這個人就要負責 跟這些盟國的聯繫 還有一個工作 他要負責 第四個工作 要負責現有庫存的轉讓 很多給烏克蘭的武器 確實是庫存 像德國就送了很多 舊的一些武器 庫存的轉讓 還要評估這些 合作夥伴的能力 也就是說評估之後呢 我覺得你應該多送一點 對不對 你應該少送一點 你家有那個 你怎麼不拿出來 那你家這個也可以拿出來 所以這個人呢 大家想想 他的才能 第一個他必須要是懂武器的嘛 要懂戰爭嘛 那另外他要有國際經驗 他最好要有強烈的歐洲經驗 那他對於這個美國政府之間 這麼龐大政府之間的 各部門的一些 美角一些怪怪的一些事情 他也應該要有瞭解 雖然想來想去 想到這個Terry Wolf 但他很有意思 他是一個退休的三星級將軍 季大使這個人怎麼樣 這個人經驗豐富啊 他也在戰場待過 而且歐洲的經驗很豐富 那是適合做這個工作的 那他確實他也是 退伍一段時間了 那可是美國的這個退伍 跟我們一般的退伍 是很難說的 美國因為這個職業文官 職業軍人跟這個 政治任命的這個軍人 跟政治民運文官 之間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他們可能就下來以後 他可能也不會脫離 他如果沒有進入政府 他就跑到商界去了 可能軍火工業去了 或者跑到美國的國會裡面去 或者到遊說公司去做遊說 所以他不會脫離的 那這一次這個Terry Wolf 他現在拜登找他是 在國安會裡面給他安了個缺 美國國安會 那給他一個缺叫這個 好像就是烏克蘭戰地的 這個軍事事務的協調官 那這個事實上是有官嫌的 那就是一個政務官了 那所以他是正式官嫌 就是國安會 像我們這個Kirk Campbell 就是美國國安會裡面 新搞了一個職務 印太事務協調官 那他這個是 烏克蘭的軍事事務的協調官 所以他是給他的一個職位 在裡面做 那這裡面我就想起來 為什麼要創造一個 新的職位給他 就是一定會限定 跟華府應該是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 因為形勢發展 超過計劃嘛 對不對 這個美國我就在想說 其實我在推測啦 現在在烏克蘭 美國的系統非常的多 光美國政府的系統 第一個CIA在那個地方 第二個美國還有一個 民間武裝力量叫黑水公司 這些就是 這個你不要傭兵了 反正你要找人打仗的 或怎麼樣 美國這公司就可以接生意 這些都是美國很多退役的 這些有實戰經驗的 這些人就是幫國外 做傭兵生意的黑水公司 第二個還有國務院 國務院就是美國的外交系統 可是美國駐烏克蘭大使 已經選缺兩年了 然後他的大使館 已經切到立委夫去了 所以他是遠距操控 另外光美國情報機構 還不是只有CIA 美國陸軍有情報局 空軍有情報局 然後美國還有一個FBI 那FBI是國內內部保防比較重 可是這些東西 就變成非常非常複雜 多頭馬車 確實跟他們是有點關係 烏克蘭的戰士 但是如果說你想想看 光是每個單位派一點人 在處理這個事情 恐怕聯繫起來就一團混亂 而且相信 因為我們在台灣職場 都那麼久 大家一定是從自己的 本位主義出發 所以內部應該是炒成一團 我想炒成一團 而且很亂 也會有人去告狀 因為CNN那天特別爆 就說武器都不要跑哪裡去了 怎麼打得這麼快 這會不會流到恐怖分子裡面 所以我想已經都 混亂都已經傳出來了 不過這裡面其實 再加上沒有大使館 其實美國在對外事務上 它有一個傳統 國防部再大的聲量 要聽國務院 所有對外國務院的政策決定 那你今天譬如說對台軍售 真正掌握最重要的關鍵 是美國國務院 它不會讓國防部去掌握 當然還是以政領軍 這個做的事實上 比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的觀察 是比其他國家還要強 也就是政領軍 對外事務上 國務院絕對是一言九鼎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還協調什麼 如果說國務院講的 國防部得聽的話 但是你看到它就說 要協調國務院跟國防部之間 要負責協調工作 你說現在可能 狀況不是太順 現在就亂了 因為國務院的大使館 國務院人已經不在首都了 對不對 也沒有大使 所以後來大家才赫然發現 開打兩個月之後 布林肯才說 什麼要讓他們的外交 問問回去 大家才赫然發現 原來沒有 沒有 所以一團 我跟你講一個 我自己的故事很有趣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在泰國服務 我在泰國服務的時候 我就因為美國駐泰國大使館 聽說五六百人 那我們有時候年輕就很積極 有時候跑去參加很多活動 就常常去認識一個美國大使館的人 然後就認識這個 大家就交一下朋友 又認識一個交朋友 我說我認識你們那個 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不認識 再又認識一個 他說你認不認識那兩個 他也不認識 自己人反而不認識 對 不認識 後來我們就有的時候 跟其他國家的 他們說對 美國大使館人太多了 他們彼此之間 根本就不了解 對方有這個人存在 然後有一個 我忘記哪一個國家的 年輕人跟他 很有趣喔 我的工作是常常介紹美國大使館的A 介紹給美國大使館另外一個B 我幫他們介紹 他們互相認識 所以組織大了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美國的情報事實上 他們前幾年 也特別設置一個叫情報總監 也就是美國這個情報系統 太龐大了 各軍種有自己的情報機種 然後又有一個CIA 又有FBI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在企業工作嘛 這個有點像是專案經理 專案經理 比方說我們公司有十個部門 但是比方說要做個專案 比方說我們今天要報導烏克蘭 烏克蘭可能牽涉到導播的工作 採訪的工作 編輯工作 去找一個烏克蘭的專案 這個專案經理的概念 這樣講可能 可能它就比較通了 但是另一頭我們就看到 這個CNN的報導 真的是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主要是美國送了太多東西 給這個烏克蘭 包括有人道經濟援助 有實際給錢的啦 有榴彈炮啦 有彈藥啦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 鳳凰幽靈的那個什麼 什麼無人機啊等等 但問題是 大家後來打了兩個月 才突然之間 被這些武器自己打醒自己 那就是真的送到烏克蘭 送到對的地方嗎 那CNN幫拜登算了一筆帳 那到那時候報導 因為美國4月19號又說 要再提供8億美元的 軍援給烏克蘭 連同之前的零零總總 加起來是34億美元 34億美元不是小錢 所以CNN的報導 就告訴大家一個 很可怕的問題 就在於 因為美國在烏克蘭 根本沒有自己的地面部隊 你沒有地面部隊 請問一下你怎麼樣去追蹤 這些進入烏克蘭的 一些反坦克武器 防空武器等等 到底有沒有送到基伏 有沒有真正的發配到 烏克蘭軍人的手上 或者是說他流到了一些其他的軍隊 一些所謂的民兵組織 甚至流到黑市裡面 為什麼這樣講 主要就是因為阿富汗戰爭 大家知道最後在收尾的時候 在塔利班 比方說美國 偵破了塔利班的某一個小隊 在裡面繳獲了很多 就是美國當初援助的一些武器 甚至連黑音直升機都有 所以想到那一幕 大概美國現在 大概嚇了一聲冷汗 美國現在他們上次報導 他們最怕的就是那個標槍飛彈 因為標槍飛彈 如果掉到恐怖份子手裡 是很恐怖的 回來對付美國 回來對付美國 美國那麼多機場 他就是在附近機場 他就隨時可以把 民用航空公司飛機打下來 美國911就是民用航空公司 就是運用美國的防控 防衛上的安全上漏洞 所以這些武器 就是最怕到恐怖份子 而且現在美國事實上要 事實上做法上 已經要提高 它的武器系統的功能 所以它的打擊力度 先進性會更高 那美國給武器的時候 包括給我們台灣武器 它都有一個恐懼 它很怕這個武器 會落入到 它未來的敵手的手裡 那你今天如果 烏克蘭現在戰局看起來 是好像俄羅斯一時三刻 還沒有辦法取得到 決定性的勝利 它如果這些武器 都進了烏克蘭以後 萬一烏克蘭軍隊 兵敗如山倒 那麼現在美國的先進武器 不知道要成批 就要落到美國 落到俄軍的手裡 這大事講的有道理 我覺得CNN寫的 也很有道理 因為有阿富汗的前車之箭 但是我就想請問 很奇怪 已經開打了兩個月 現在才想到嗎 而且已經送了很多了 我覺得就是一個亂制 很多事情是超越 他們當時的評估 當時評估 他可能不認為會可以 也就是有點看衰 哲倫斯基 不認為他會這樣子 他可能會是 第二個阿富汗總統 就先跑了 對 我想他們很多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俄羅斯的戰法 可能也是大家當時 沒有想到的 俄羅斯你看 他基本上是 以減少平民上網為主 那減少平民上網為主的話 事實上他的打法 他就受很多 而且他也沒有去 大規模破壞 他的所謂的 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基輔都還有水有電 有水有電 有網路 美國的戰法 美國的戰法 以前我們稍微學過一點 美國的戰法在戰場上 兩個東西一定要摧毀 一個是軍事關鍵基礎設施 另外一個就是 民用關鍵基礎設施 這種水電站 這種車站 機場 他都是第一個把你癱瘓掉的 那俄羅斯這次 通通沒有這樣做 那我也覺得很納悶 他怎麼都沒這樣做 這對他自己很不利 對他自己很不利 那他是一隻之大 軍事關鍵基礎設施 這個俄羅斯就必 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問題這個打法的話 我想當時以美國人打法的話 美國通常是先轟炸你30天 然後地面部隊才出現 那美國的B-52轟炸機 先把你先都炸平 他你地面部隊還沒出現 那這次俄羅斯基本上 你看只有打這個 馬里烏波最後才出現 他那個遠程轟炸機 非常晚的階段 那他地面真的是 馬里烏波真的是靠這個巷戰 靠他的地面部隊 坦克部隊 還有這些車程這種 這種有關於打巷戰的這種軍人 真的是一個建築一個建築往前推 大家都發現確實 俄羅斯在打這場戰爭 以他們的國力來講 打的真的是蠻克制的 非常的克制 那當然這次美國選擇設置了 這樣的一個職位 介大使告訴大家 以他在美國服務的經驗 就知道這個大國有大國的煩惱 所以一定得找個專案經理出來 那另外聽說美國也吃了大虧 因為烏克蘭開出了 各式各樣的願望清單 這個願望清單你不可能全單照收 然後聽說因為沒有地面部隊 所以美國現在嚴重依賴 烏克蘭提供的一些訊息 那這些訊息呢 聽說往往是很不精準的 這個數字也不精準 訊息也不完整 邏輯也不清楚 讓美國非常沒有安全感 那現在美國很多專家 都跟拜登講說 再這樣下去可能會 遭到澤倫斯就玩弄於鼓掌 或者遭到他蒙蔽 那所以現在設了這麼一個人 你覺得這大使 我們剛剛講的那麼多的問題 就可以獲得解決嗎 這個人有這樣的能力 我是比較懷疑 因為美國現在就是說 他在國安會給他一個協調官 他是光感一人 他不太有他的幕僚群 他也沒有自己的所謂的 一個指揮體系 這是臨時放進來的 最困難的是還是 他雖然是軍方的 他要去直接指揮軍方的 比較有困難 那更不要說他去指揮 這個國務院的官員 是啊 都有困難 因為為什麼 我們都在這個組織體系待過 這個你直接你把這個 現在國防部長的軍權 你給他剝奪一部分 你如果不是跟國防部長之間 有很高的默契的話 國防部的官員心裡面會啪啪 到底要聽誰的 他在這個組織當中 也不算是直接隸屬拜登 對不對 也有這麼高的位階嗎 他可以 可是這要看他跟拜登 個人關係到什麼程度 看起來又沒有那麼強 也不像現在布林肯 布林肯人家說那是拜登的 跟他兒子一樣關係 對不對 那問題你要去指揮國務院 你是總題調嘛 你是傾差大臣嘛 那以前在中國歷史上 傾差大臣要有一個上方保健 要不然被砍頭的很多 那你現在有上方保健給他嗎 所以我覺得這要依靠 他自己本身個人的這種 怎麼講呢 一方面魅力跟能力 而且就是說他的威望夠不夠 然後很強的協調能力 是一個不好辦的 因為美國事實上國安會 事實上我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跟國安會人也是定期 定期有這個互動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能夠辦事情解決問題的 還是國務院啦 還是國務院啊 你真正你要去有關軍售 你基本上還是美國五角大廈 他們在控制 對雖然要解決事情 但是關鍵還是在人 但是我們看到這位 Terry Wolf他曾經派駐 德國將近十年 在03年06年2010年 他是三度在伊拉克戰場服役 那他也曾經指揮過 這個美國的快速反應部隊 就是第二裝甲機兵團 那過去在政府的 他的經驗也很豐富 在五角大廈 聯合參謀部 國務院 國家安全委員會 聽說他都呆過 有一些豐富的經驗 所以雖然退休了 但是確實想來想去 好像符合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條件 其實紀大使點出很大的一個問題 大家這個多頭馬車 可能山頭很多 誰也不服誰 所以他就算是很有能力 最重要要看他跟拜登的關係如何 還要看未來戰事的進展如何 當然如果真的能夠 像澤文斯基說打十年的話 那麼他這個工作 至少可以做十年吧 對 或是很難扮演的一個角色 非常難扮演的角色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第二題到這裡 那剛剛我看到了一位網友 Gothfather 我特別把你拍下來 因為我怕我待會錯過 好有意思 非常謝謝 你看他多可愛 他加入我們的會員 謝謝你 他說我上來先說 秀芳姐愛你 然後括號 介老師是真男人 所以不愛你 介老師也跟你說謝謝 謝謝 而吳振振打了快兩個月 雖然櫃台對於 交戰地區的講解 非常詳盡 但我更在乎的是 這次戰爭對於世界各地的經濟災難 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會造反 正如俄羅斯所說的 不排除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辣碗報製作團隊方便的話 可否將眼光放諸四海 謝謝你們 有 今天我們開會 剛好就討論到 你講的這個角度 我們要把眼光拉開 因為畢竟 戰爭打了兩個月了 謝謝 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然後他又斗內了一筆 他說我再加個題外話 聊天室裡面最討厭的 就是一些習班規 我剛剛有看到有人在習班 不要習班了 然後他講 我會轉給辮子妹 辮子妹雖然很盡責推廣子評 但她的行為 跟習班鬼的作為如出與策 謝謝你 有話直說 很好 有勞小編 先把那幾隻習班鬼的留言刪除 還給眾多網友 乾淨的留言空間 謝謝各位 這點很重要 我也不喜歡大家習班 所以如果發現的話 因為我主持節目比較忙 上來跟我們的小編團隊說一聲 好不好 他們會來處理 也請大家不要習班 謝謝 好 緊接著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三題 今天第三題跟第二題 其實有一個脈絡 有個脈絡是連下來的 就是剛剛也講到了這個城市戰 那美國智庫就提到了一篇文章 我們一起來談一談 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俄烏戰爭打了兩個月 那麼這場戰爭從開打到現在 每次我們臺灣的名字都會被Cue到 那現在感覺上 雖然還沒有到勝負利劍的 一個最後局面 但是好像打了全世界的關注度 也慢慢減少了 特別是比方說 我們臺灣疫情又燒起來 大家的關注度整個就散開來 但是對美國來說 似乎也喘口氣 這個時候是不是空出一隻手 來專門對付中國大陸 那只要對付中國大陸 我們臺灣牌就不能不拿出來 因為這是一張王牌 所以最近我看到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美國官方民間 都在講一個論調 就是說要告訴歐洲各國 用制裁俄羅斯的方式 複製貼上去制裁中國大陸 那當然這個邏輯 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戰爭又不是 中國大陸發動的 所以要用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力道去制裁中國大陸 那最近有一份美國的智庫 這是戰爭研究所 那寫了一份一個小論文 這個題目叫做 中國解放軍對城市戰的演化跟展望 那裡面就講到什麼呢 就講到城市戰很重要 說中國解放軍過去花了十年的時間 非常非常努力在研究城市戰 為什麼要研究城市戰 過去解放軍不太重視 但這次動機很強 就是因為武統臺灣的需要 主要是因為呢 臺灣確實都市化的程度很高 地下人稠 尤其在西部 九成以上的人口呢 都住在城市裡面 所以城市戰呢 對於解放軍來講 是一個必要的一個訓練 那當然相對的 對我們臺灣來講呢 這篇文章就說 臺灣很不重視城渡戰 所以這個部分呢 美國要積極的交流培訓 還有透過軍售 來加強臺灣這個城市戰的 一些防禦能力 認為最後呢 這個如果說臺海中市一戰的話 這個關鍵呢 恐怕就是在城市戰 城市戰到底誰能夠打贏 到底誰比較擅長 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介大使你怎麼看 其實最近喔 這個不只這篇文章 最近美國啊 英國 澳洲 這個隨著這個俄乌戰爭 他們很多這些學者啊 智庫都把這個關注力 關注到臺海的戰爭裡面 那我覺得他們是受到鼓舞了啦 就是說這些歐美澳的學者 受到鼓舞 因為他們也沒想到 烏克蘭打成這樣 他們本來覺得實力那麼懸殊 那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城鎮戰 靠的是血肉之躯 來怎麼樣 以這個拼戰的精神 來換取戰場上的戰果 那不是靠武器 使真正的這種武器的對決 所以他們就寫了蠻多文章的 那麼也希望臺灣能夠加強 城鎮戰的能力啦 對 那其實這一個部分 其實美國過去很多年 其實對臺灣的有關的 這個臺灣防衛的這個戰略 其實就已經在重視這一點 那麼第一個他們就說 我們的這個後備體系不行 你要打仗的話 以現在臺灣大概17萬部隊 他們認為不夠 你要動員很多後備的 然後隨時有補充上來 然後你要全民接兵 因為現在很多 像澳洲過去他的副總理 前去年來臺灣的時候 他在臺灣大聲呼籲 臺灣要以色列化 男的女孩都要當兵 然後呢 據説就是說 戰爭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有足夠的技能 不會像烏克蘭 其實也表現不好啊 最後還要把人送去開始射擊 你應該本身 就應該有這種打長期戰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些寫這些文章 或者說關注臺海的 他們也有一個目的 就是跟他們最近 美國的這個 這個奧斯汀國防部長 一樣的想法 就是希望借臺海的戰爭 能夠嚴重削弱 中國大陸共軍 大陸的軍事的戰力 那他當然不希望 臺灣很快就出現 這個勝負的局面 也就是說我們臺灣 臺灣又是他的代理人嘛 烏克蘭做為美國的代理人 打掉俄羅斯 那臺灣呢 他希望在亞洲 另外一個代理人 就是我們臺灣 是目前最好的一個對象 那另外這篇文章當中 當然還寫到了一些細節 以這個俄烏戰爭來施法 認為呢中國將來 中國大陸如果說 將來要武統臺灣的話 有一場戰役很重要 認為中國大陸是穴道了 從中間提悟到了 是什麼呢 就是馬利波的圍攻政策 第一個先猛烈攻擊 然後呢就是把它圍困住 圍困到什麼程度呢 圍困到普丁講的嘛 連一隻蒼蠅都沒有辦法通過 大家就可以想像 那裡面還有很多很多人 當然烏克蘭說是平民百姓 那麼俄羅斯相信的裡面 可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甚至一些北約的成員 來自各國的都有可能 那所以現在呢 這個亞素鋼鐵廠 被圍的嚴嚴實實 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就投降 第二個就是餓死 眼睜睜的餓死 現在沒水沒食物 那認為說中國大陸 如果未來武統臺灣的話 用的就是這個方式 困死你 對 其實 其實他這個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 把烏克蘭的模式 套臺灣頭上 忽略了幾個基本客觀事實 烏克蘭基本上 它不是一個海島 它的外源 事實上從陸陸 就可以直接進去 對 很暢通 對 你現在 俄羅斯很頭痛就是說 這些從波蘭 或者從羅馬尼亞 進去的武器 而且它是走陸陸 它不是走空運 它直接火車 而且看開戰到現在 陸陸續續各國領導人 都來打卡 對 對不對 那臺灣是一個海島 對 你要對臺灣進行封鎖 是比較容易的 對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第二就是說戰略眾生 我們戰爭最講的戰略眾生 烏克蘭60萬平方公里 臺灣17倍大 臺灣3萬6千方 而且臺灣3萬6千方公里 平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對 其他都是從山峻林吧 那其實不要打城鎮戰大 所謂的這種從山峻的游擊戰 還比較可能 可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對這些西方的專家 覺得不過癮 為什麼 因為傷亡不夠大 因為城鎮戰 才能造成大勝的傷亡 你跑到山底裡面 打這個游擊戰的話 傷亡不夠大 不合這些人的胃口 所以我覺得寫這些研究 然後就往這方面想到 就是拘心剖測 別人就是說 我們台語講就是 把他們給他吸毀掉 就是要達成他的目的 他就是這個想法 不過我們過去 我們國防部 他們很多這些戰略 臺灣防衛戰略 還有幾個戰略 都沒有要打成正戰 為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 你如果在戰場 在你臺灣發生的話 你已經就是輸了 對 所以以前我記得 我記得挺常聽 他們軍方朋友講說 決戰於境外 對 決戰境外 再來是海空 就把對方攔下 對 這個決戰 第二個什麼 決戰攤頭 你如果都已經登陸的話 這場戰爭 大概離結束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你看孫子兵法 也講到 旗下工程 最差的就是打城市戰 這個工程之法 為不得已也 在最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採取這個工程 城市戰是最難打 對於這個工來講 是最不容易工的 對於手來講 是傷亡最大的 所以都不是一個 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現在這篇文章 就一直在告訴大家 說未來只有城市戰 才是這個台海決戰的 一個勝負關鍵 那也預測 如果未來對於臺灣 如果要武統的話 就是一個封鎖全島 狂轟猛炸 那特別是海港 像高雄港 基隆港等等 這幾個重要的海港 一定會圍困 當然其實講到類似的狀況 大家記得95年 96年的台海危機 當時臺灣幾乎海空的貿易 全部都關閉了 所以導致運費 各式各樣的費用大漲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 就是在那個年代 很多臺灣的朋友移民出去 那時候移民潮 走了一大堆人 那這篇文章還說 因為俄羅斯的九攻 九打烏克蘭 九攻不下 所以大陸目前警惕 在修正他們的戰術 不過導致這位AIT的前處長 這個包道格 他不這麼看好中國大陸 因為這篇文章 是把中國大陸 在城鎖戰的能力捧得很高 就是臺灣不如 所以你們臺灣必須要加油 但是包道格說 他對於大陸城鎖戰的能力 是保持懷疑的 他同意大陸對於機動性後勤 聯合作戰的能力是增加 但是城鎖戰的能力 他還是懷疑 因為像這個城市戰 他就像有個例子很有趣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他說打城鎖戰 就像是在瓷器店裡面打老鼠 就說損失巨大 不小心就碰瓷了 就把瓷器碰破了 那當然城市戰 也跪在快狠準了 你必須要一刀斃命 不過我們講到城市戰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週金新聞過去 給大家報導過 這個朱日河基地 那時候臺灣人看了也是驚呆了 因為這個朱日河基地 大陸解放軍常常在那邊演習 模擬的就是城市戰 所以在這裡他會來見了很多 包括你可以在這邊看到臺灣 幾乎是看到臺灣的總統府 對 臺灣的外交部 還有臺灣的高速公路 交流道等等之類的 大概都看得到 就在這個地方 讓解放軍先熟悉一下 這是一個城市戰 非常擬爭的一個基地 對 其實當時那個朱日河基地 它是總統府的基地 其實它可能有一點城鎮戰的 廣義的 不過它的直接定應該是斬首作戰 它是要直接攻守弄府 然後大陸一直在想這個斬首作戰 為什麼要斬首 就是說大陸的戰略 我最近我們最近這個 台北論壇有一個很好的演講 由我們一個軍方的專家來講 就大陸攻臺戰略 那基本上大陸基本上是 它幾個預測啦 第一個就是職工奔倒 第二個閃電戰 然後盡量少死人 要死的話死軍人 他說這幾個原則 大概就是大陸將來會用 所以他說什麼攻外島 那都不太可能的 然後什麼在什麼圍困啊 什麼把封鎖啊 他說都不會 他說直接就是第一個 一定是快速作戰 閃電戰 而且不宣而戰 然後呢盡量少死人 然後就是說 有幾個原則 其實我也聽大陸的一些節目 也在講 基本上大陸是說 沒有癱瘓台灣 在海空上面的 反制能力之前 大陸的軍隊是不會登島的 那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就是說 有人說是 所謂的飛彈密度最高 第二高的地方嘛 然後不斷的增強 這個飛彈防衛能力啊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變成你的飛彈是要有 制導設施的 你的雷達戰 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眼睛耳朵都很重要 那大陸第一波的話 它現在這種精準打制能力 很可能就是針對 眼睛耳朵的攻擊 而且很清楚 它沒有在確保 它這個要渡過 180公里的這個 台灣海峽 在中間不會遭到 我們這邊飛彈也好 或者這個我們空軍的這個 攻擊之前 它是不會渡海的 所以這個第一波的話 基本上很可能就是 在很短段時間的 這種飛彈攻擊 這種遠程的打擊 精準打擊 把我們的海空防衛能力 倒不是陸上的 海空防衛力癱瘓以後 它就過來了 那過來的話 我看最近我剛剛講台北論壇 那個我們軍方的一位同仁講的 他退伍了 他講就是說 基本上大陸大概 第一波投射能力很快 大概可以2萬左右的軍力 就上來 但很快 那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說兵力投射 現在就是說 遠程兵力投射 其實是中國大陸軍力 過去幾年加強最強的 它有幾個 重要工具 第一個 075兩氣攻擊艦 第二個本來已經有的 072兩氣攻擊艦 這兩個性質一樣 072是2萬噸 075是4萬噸 072現在已經有8艘了 075現在大概3艘 那可能後面的5艘 在最近幾年都要加起來 這個第一波 它這個投射的軍力 大概就將近2萬 但我想問這個介老師 就說就算是2萬兵力 他自己都投射上來 然後呢 因為這個蘇貞昌 就會拿著哨把出來 對不對 假設就是台灣人 像這個 像烏克蘭人一樣 就是說自己家家戶戶 做汽油彈等等 那這個傷亡能避免掉嗎 我覺得關鍵就在 台灣的蘇貞昌 不是就是蘇貞昌 還不是 就蔡英文是不是哲倫斯基 這是看他們兩個人的抉擇 對那看他要怎麼做 不過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是劉基輔指揮不打 對 那中國大陸來打台灣 我想照我們這些 我們國內的專家看到 他直打 他是斬首策略 他是直接對台北 而且他是精準炸彈 你差不多在這個短程的話 大概他的誤差都在10公尺之內 但這也確實 烏克蘭能夠守到現在 其實也是因為 澤倫斯基 因為他沒有走 像阿富汗總統一走 就整個國家就垮了 士氣也沒了 所以澤倫斯基 他一個人撐在那裡 雖然他的很多言行作為 大家都不太認同 但是不管如何 他是烏克蘭的一個精神 這也使得各國願意把東西送過去 所以關鍵就在於蔡英文 但是大陸的思考就是 那當然不能讓蔡英文撐下去 直接就是一個斬首行動 我想這是他們的方案之一 當然怎麼做 不過大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跟打烏克蘭不一樣 就是說蘇聯打 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是要把他打敗 那大陸如果渡海攻台的話 他基本上他是為了要日後的統治 他是為了統一而戰 所以人心很重要對不對 人心很重要 他並不是要把你打敗 不是要打敗 或是把你打成鬼島 不是這個概念 不是 那這個巷戰的話 基本上的話 是西方這些學者 他們所嚮往的 希望這一場巷戰 在臺灣發生了 那可是我不認為 中國大陸他希望這種事情 在臺灣發生 因為剛剛就講了就是說 第一個盡量少死人 要死死軍人 這是他們的原則 那麼戰爭盡量短不要長 數戰數決 那他當然是往這個神經中樞去打 他不會一種面的打 他一定是點 而且是挑非常重要的點 那所以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人也很擔心 美國人以前常常在講說 他們在做這些兵退的時候 都是看臺灣能撐多久 他們是希望撐七天 因為他說我們要反應 你要給我時間 撐七天然後呢 美國可能介入嗎 因為烏克蘭是個獨立的國家 臺灣不是啊 對呀他問題就是說 我七天才能做決定 他做什麼決定還不告訴你 所以他們美國前 我覺得去年吧 他到時候又要設個什麼 臺灣協調官是嗎 有可能啊 如果這個戰爭拉長的話 那就是烏克蘭模式 臺灣援助協調官又來了 不過這次烏克蘭戰爭 俄乌戰爭給美國一些人 很大的希望 很大的希望 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相當振奮 對他們很希望這種情況 大好機會 大好機會啊 所以就很多這些論調就出來了 不過真的 我們今天在這邊看 我們真的是不希望有任何戰爭 那戰爭發生都是悲劇 不過就是說 而且不管是不是 是不是說不要平民死亡 就是難免 因為炮彈不長眼 一定會造成一些 無辜的平民死亡 這是肯定的了 對 來我謝謝幾位網友的抖內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謝謝這個默默於欠 謝謝你啊 我有看到你的照片 美女一位 謝謝 還有太妃棠 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行列 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今天抖內的朋友 還有今天來參與討論的朋友 每天講太多話 好 謝謝大家 那我看到了很多來自各個城市 今天是來不及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 那我想兩岸這題呢 都是兩岸的朋友 還有華人朋友 非常非常關注的 我想我們一個共同的信念 就是不希望走到戰爭的這一步 好 再施工 最後我也一段兩分鐘的廣告 幫我看完一下 回來我再告訴你 要怎麼樣買 還有什麼樣的優惠 那每天家裡面的傾銷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這個呢 到此刻為止 大家可能會覺得更加的重要 我們現在分享兩種 有種比較大的一種 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呢 它大概有四公升 如果說是八瓶以上的這個空間的話 建議你買大的 它呢 可以一下子使用八個小時不間斷 那如果說比較小的地方 像在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它很方便 USB的充電就可以 80M 大概也可以霧化 大概兩到四個小時 那這個最好用的就是 它比酒精 比漂白水好多了 它無色無味無秀 同時沒有刺激性 那對家裡面的長輩啊 幼兒啊 甚至寵物啊等等都很方便 像我每次戴影型眼鏡的時候呢 都用它來清潔手 如果不能洗手的話 對於眼睛黏膜也沒有刺激 大家看我們現在這個 現場的棚內都開著 我們的辦公室呢 事實上都一直開著 當然對於我們主播 很多名嘴跟來賓來講 在現場也會比較有保護力 所以好東西才敢推薦給大家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大家知道 這是我們中天所推出的電商 裡面有很多的商品 包括這個霧化器在內 買的話請你輸入多少 CTI 285 只要你輸入呢 你就可以拿到折扣 然後累計獎金呢 就是請我們蠟碗報喝咖啡 對於台灣來講 今天是一個這個里程碑啊 這樣講對嗎 我們的這個確診破萬了 一下子這個數字標得很高 把大家嚇壞了 所以把自己保護好很重要 我們旺旺集團 有這個水神生成機 現在呢大缺貨 那水神霧化機 馬上就可以買得到 它有分大中小 看你所需要的這個評數 我們也提供了一些優惠 別忘你掃QR Code 買到之後呢 你要輸入CTI 285 這個是我們蠟碗報團 會提供你一些優惠 然後呢公司回饋的獎金 我們就可以啊 我們的團隊啊來賓 就會有咖啡可以喝了 咖啡很重要 像我現在就有點昏昏欲睡 需要一杯咖啡 所以要拜託大家了啊 那下週四 下午一點鐘 繼續收看世界越來越爐 還有今天晚上接大使 同樣會在我們的蠟碗報 晚間六點到八點 我們蠟碗報準時見 不及待會兒 我幫你走 我走了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那裡 有的一個人 我們在那裡 有的一個人 在那裡 的一個人